來這個過年才剛才過山 說這個中南部的菜籠就很心酸 因為用一些多花心花 去製造 去顧到很漂亮的這個蔬菜 價錢是真不漂亮 高雄的主觀 今年的月月 蝦仔菜類平均的價錢 每公斤都要有二十多塊 但是到現在來 竟然大白吃了 存八塊錢 另外在屏東一大粒 七八公斤的這個高雷菜 好像賠二十塊 也沒人買 所以雲林的菜籠整齊 把菜直接跟香調做味料 心酸吞吞吞來 高雄子官去的菜籠 花了四十天的時間 把菠菜照顧得這麼的漂亮 可是現在的價格 卻是非常的不漂亮 這樣子價格較多 至少價格較五十塊 因為最近天氣比較穩定 在中南部都有這樣的情形 像屏東有包心白菜 直接食元賤賣 而在雨嶺呢 則是不採收了 直接根除掉 來到屏東地產 這個菜的橫子 大家都用這個很大塊 塑膠在地底 要很開心 不過對農友來說是完全笑不出來 採一些然後可以去煮 麵包也沒那麼多 趕快進行 高麗菜要收了 價值為今年賣29-35元 現在存10元 像這個這麼大的高麗菜 20元人也欠貴 我給你賣賣一來20元 這個人家都不一樣 越風收 心越痛 另外二分喝 也是一般不一樣錢過去做事了 年一開始菜籠就很不來 希望說後禮拜學校開學後 加這個營運五餐的需求 讓這個菜籠比較回運 希望說有一個合理的介紹 出雲 對雲 去